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个节目中 大家认识了很多孝顺懂事的孩子 从中受到了不少启迪 今天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他叫曾深 他对父母孝顺到了极点 简直到了为父母适从的地步 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 那好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周朝的时候 有个叫曾深的小孩 他家境十分贫寒 可他很有孝心 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小曾深天天去山里狩猎打柴 无论夏天多么炎热 冬天多么寒冷 他都不怕 他也不怕山里的豺狼虎霸 只要能给父母打到可吃的野兔 野鸡 能帮父母收获到足够的柴火 小曾深什么困难都不怕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曾深对父母十分的孝顺 他给父母准备的每餐饭 都一定要有酒和肉 他试试顺应父母的心意 无论大事小事 都得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去做 他的一举一动 都要去请示父母 父母不同意的事情 他就坚决不去做 每次吃饭 都是先让父母吃完 他才吃 吃完饭后 什么时候收拾桌子 他也要一定先问过父母 然后按照父母的意思去做 从不违背 也从没有惹父母生过气 有一天 曾深吃过午饭 便到山里砍柴去了 母亲一个人在家里 她刚去不久 家里忽然来了客人 当时家里没有什么招待客人的东西 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办 着急得不得了 她和客人交谈了一会儿 马上到了吃饭的时候 还是不见曾深回来 母亲更是着急了 她的母亲想 要是曾深这时候 能回来帮一下自己就好了 于是心里 心里便焦急地盼望儿子出现 可是等啊 等啊 等了好长时间 还是不见儿子的身影 情急之中 母亲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知道母子的血脉是相通的 曾深是个孝顺的孩子 母亲的心思 她肯定懂得 于是 她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咬破了 曾深正在山里 卖力地砍柴 热得满头大汗 眼看柴火 快要砍成了两大捆了 这时 曾深忽然感到 心口像被针扎了一下 很疼痛 起初她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可是她觉得自己身体很强壮 肯定没有问题 接着她立刻意识到 她立刻意识到肯定是家里出了事情 母亲肯定遇到了男士 着急地等她回家 于是她 于是她背起柴盒 飞般地往家里跑去 回到家里 客人还没有走 曾深便帮着母亲招待客人 家里面 家里没有东西 曾深便挑着自己刚打来的柴 去集市上换了些酒肉回来 做了可口的饭菜招待客人 待客人走后 曾深跪在母亲膝前 请母亲告诉她 为什么家里来了客人 她会心痛 母亲便向她解释说 因为客人来了以后 家里没有招待客人的东西 我不知该怎么办 就咬破了手指 你是个孝顺的孩子 我想你一定会有感应 能早点回来帮我 曾深不仅自己孝敬父母 凡事与孝敬父母相违背的事 她都不允许 有一次 曾深的妻子为母亲争离 但没等离争熟 妻子就端给母亲吃 曾深看着颜色不对劲 自己便先尝了一口 发现离不熟 于是她非常生气 竟然把妻子赶出了家门 还有一次 曾深入侵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名叫圣母 她觉得此名称对母亲不敬 便无论如何 也不肯进到门里去 并且从此再也不到 这个地方来了 后来 后来 曾深在孔子门下学习 孔子很欣赏他的孝心 特别传了他一部孝经 从此 曾深孝敬父母的故事 就名传天下了 小朋友们 曾深的故事讲完了 相信你们一定有自己的看法 是的 孝敬父母是应该的 可是对父母摆一摆顺 就要不得了 曾深做任何事都要侵蚀父母 父母同意了 他才去做 这可不是孝顺啊 而是没有主见 是过于依赖父母的表现哦 还有 他情景因为一点点小事 就把妻子赶走了 实在是很过分啊 他对待父母之外的人 没有仁慈和宽容之心 就算他很孝顺 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多好的人 小朋友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所以我们学习古人 既要学习他们的优点 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 孝顺很重要 但是非对错同样也很重要 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对于父母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们也要提醒哦 我想明辨是非的你 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这同样是孝顺的一种方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